翟杨阳 三十一岁 郑州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各位观众 各位老板 各位嘉宾 主持人 你们好 我叫翟杨阳 今年三十一岁 来自安徽府阳 也许我没有华丽的语言 和镀金的敲门砖 以及丰富的职场历练 但是在职场中 我一定是最努力的那个人 请各位老板给我留灯 好 欢迎你 各位企业家来 看看他的婚姻状况 写的冷静期 冷静期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来 跟我们解释一下吧 是因为我跟我爱人 在我们这个事业上面 有一定的分歧 六月份的时候 就是分歧也是闹得比较大 所以说当时我就决定 从我目前所在的这家企业 然后离职出来 然后当时也协约了离婚 当时我们去办离婚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说 你们看样子也在气头上面 所以说你们先回去考虑考虑 等一个月之后再来吧 想晚回吗 怎么说呢 也想晚回 因为怎么说 因为这个毕竟如果要是晚回这段婚姻的话 就是我给我爱人能把这个矛盾给解开的话 可能这对我的这个未来的职业规划 给我未来的职业生涯 它是一个很大的助力给推进 你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创始人 某食品公司 离职原因写的是夫妻共同创业 离婚 因为是这样的 2015年我跟我爱人相识 相识之初呢 我跟我爱人各自做着彼此的行业 你做的什么行业 我是开餐饮 开饭店的 辣椒糊 老店 这三家餐馆 你都是老板 都是我自己开的 然后他们家是做这个儿童食品批发的 然后当时我就建议他们家 可以就是说去策划一下行业 然后去成立公司注册品牌 去全国呢去做自己的市场 然后他们家没有接受我这个意见 那时候你们俩在一起了吗 就已经订婚了 可能也是更多的想表现一下自己的这个机会吧 我就跟他老爸这样建议 然后他们没有接受我这个意见 可能他们可能也感觉自己做不好 然后于是我就建议呢 我可以来做 对吧 然后我就以我爱人的名字成立了公司 以我的名字注册了商标 我用了两年的时间 就打通了热门电商平台 线下市场连接占有率也是连接增高 也是不错的 反正这家公司还是不错 我们预计2021年年销售目标的话 基本上能完成一个亿 可能这点成就对于其他人来说 就是很微小吧 但是 还小还很微小呢 但是对一个 你别过度谦虚啊 但是对一个就是 只有高中文化的农村孩子 可能这其中所付出的艰辛跟努力 可能只有我自己知道吧 因为我们这家企业 是我跟我爱人共同创业的 所以说我们在从刚开始认识一直到现在 工作的同时可能会掺杂着一些好大的这个感情的问题在里面 所以说我是想挽回这段婚姻 但是我还是想就是在另外一份行业重新创业 或我不想就是我以后所未知奋斗的这个事业 他都有在这某种说法跟阴影下面去努力 我感觉这样做的话 我压力会特别大 你后半段话我没太听懂 你俩是因为什么起的冲突 对 我刚才正要讲到这个问题 可能就是 你就说吧 好 那我现在开始讲 是这样的 然后就是我跟我爱人 公司成熟也逐渐稳定 就会出现一种就是分工不平的这种状态 功劳就是分工不平的这种状态 然后呢 我一直就是接受不了 就是他们说的 我的事业都是他们家给的 然后可能就是我受不了这样的话 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 这个矛盾呢 也越来越导致就是我跟我爱人 还有我岳父岳母的关系可能越来越差 这中间的矛盾就会导致得越来越大 它会持续地去发酵 可能就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就会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事 然后我就感觉就是说 与其这样的话分歧这么大 所以说我还不如就出来去创业 重新去做一份事业 然后我跟我爱人的关系 可能就可能更好的去缓解一下 这是我这次出来的主要目的 能不能打断一下 如果让你选择事业和爱情 你选择哪一个 我肯定是选择爱情 婚姻家庭 我觉得你的选择是事业 因为你觉得你受不了 他们家人对你的看法 你受得了吗 我受得了 因为我会选择爱情 我不会让开始就变成这样 如果他岳母说 你干的那些活都是我们家给的 看我们家上位的 你忍得了吗 为什么会让他的岳母产生这种看法 是不是工作中确实有些缺失 我跟你讲 对男人沟通别忘了他的尊严 他是有尊严的 那如果他现在说没关系 好 这个归你们家 他自己重新创 有错吗 但我觉得他更多的是 在于自己的面子 面子和尊严是两码事 其实我还是请谢谢杨总 请支持我的 然后现在我是一种 什么样的状态 你想我是在六月份 然后跟我爱人 然后闹这个分歧 然后闹离婚的 然后我现在一直在杭州 工资的事情 我是一点都不过问了 但是每天我就用手机 简单处理一下 我们目前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每天我就特别迷茫 我是想是软下 就是低下头 跟我爱人 就是说 说个道歉我 然后我再回去 还是在想 我是重新再创业 再重新去 这样 这样 原来这个 让他放一放 如果爱情一死 就礼当后葬 如果有机会 那就不要放手 这个先放一放 现在呢 你按照条理 跟我们说 来看 你所长的在哪 你现在第一步 可以去准备 开创的所谓 新事业的部分 那个岗位是什么 这些 你按一二三四五 更有条理的说 好不好 你现在有点 这个跳跃 状态呢 也是来回闪躲 是这样的 今天我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我是想寻求一份 项目经理 或助理 或司机的职位 什么 司机 项目经理 助理司机 你这仨差别好大呀 我感觉你是来 想找一个老板 来学习学习 不是来学习的 因为怎么说呢 我是重新创业的 如果我要找项目经理的 这个职位的话 可能是在某个公司 就是你们可能 这个项目 可能让我去做的 这位职位 可能因为毕竟 我也没有在大的职场 去工作过 其实现在 我对于我的 这个职业规划 也是挺迷茫的 他觉得自己 非常要自己的尊严 也讲了自己的 事业的成就 然后他写的 寻找的职务 又是非常底 比如说司机 这个我对这个目的性 抱有很大的怀疑 首先我要在这个 平台上面 去找一份工作的话 我肯定会仔细去 衡量这个岗位 对我未来的 这个职业规划 给我的方向 给晋升的空间 这是第一 我肯定 哪怕就是在台上 我们达成共识 或者达不成共识 我们到线下 肯定还是要 深深地去聊 我可以刚开始 去做一些助理 或司机的职位 但是未来的 这个发展空间 肯定是要有的 那我问你啊 你今天来找工作 成功了 你们俩冷静期之后 又迫近重圆了 你回不回去 我现在这个决心 已经下定了 就是我要重新创业 不是 但你这个就是 明显动机不纯了 你在这儿说 我要求职 而且我要重新开始 学习 紧接着说 我的目标一定是创业 你的动机到底是干嘛 是找工作还是创业呢 找工作 找工作是 它一个周转站 适合当董事长的人 未必适合当高管 适合自己创业的人 未必适合 跟着别人干 你既然想来求职 那是跟着别人干 就要改变 过去的老板心态 那就是跟着别人干 就要告诉别人 我有哪些才能 有哪些能力和素质 你说我过去 曾经有很多的创业的成功经验 有些能力 你在这个场合上 就要告诉别人 你的能力 跟着别人干的能力 是哪些 我看不到你的真诚 你再讲一些 你过去的故事 你的感情 实际上这对于新的单位来讲 他不是太关心 抱歉 我觉得他不是真诚不真诚的问题 他刚才是不太会表示自己能力 他真的是有 因为我看了他的自媒体 还有他现在的那个电商平台 都有他的产品 他只是不会面试 但是他确实是没有规划明白 你到底是创业还是求职 这一点是他模糊地带 刚才我看到了 咱样样你特别不清晰 为什么不清晰 情感不清晰和事业不清晰 因为刚才何总问到你 你说在感情和事业 你选的是感情 但是你今天在面试 你又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再刚才说到了 这个感情回归的话 还要回到家里去 所以我建议先树立好你感情 再出来找工作 我觉得他还挺清晰的 因为啥 其实他性格上确实有弱点 他太希望别人的认可 而在他这个家里的事 和事业的事混到一块 是说不清楚的 你让老人承认说 好 我OK 我们家现在所有的繁荣 都是你造 你给我们造就的 你放心 这辈子都没有 所以说呢 他只得也知道这点了 他决定呢 把事业和这个感情 他要分开 我认为这是一个 特别好的选择 没有人说 一定要事业和感情 这两人只能选一个 他现在的选择 就是两个我想都要 那两个都要 不就是不清晰吗 不是 他可以 我觉得他这种性格来讲 他有能力 他就是离开他老子 人家自己家的公司 自个儿再出来创一头 那照样 你确定他想离开吗 我觉得他想离开 他还真不一定是想离开 他现在在想呢 就是我到底要回去 还是干嘛 他包括我要做什么 他也没概念 他这是他自己 今天回不去 不代表明天回不去 那离婚好多年 又复合呢 那有好多呀 对不对 你是爱他的 我看得出来 只不过有一些 这样那样的因素 你没有办法跨得过去 你要连这个都没想清楚 你找不到工作 你不更尴尬 你今天的事外结果 通过电视屏幕 传递到他们家 说你看了吗 离开我们家 翟杨阳阳连个工作都找不着 她那个成绩 什么干到多少 不还是靠我们家吗 你不想为自己证明吗 因为你在自媒体上 有签名的 比如说你在某些平台上写的 你有一百万家 女性宝妈的用户 你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 我看到你有些单品 包括是十万家的销量 你可以去重点讲一讲呀 说呀 表示你的成绩呀 能力呀 这个是可量化的 又是事实 我查能查得到 你就应该在舞台上说 否则的话 你凭什么求知道 一份好工作 请老板给我留灯 可能我在下一轮 有一个我才去展示 帮我一些人生的经历 会让大家可能对我有一个 更深刻的了解 好 来吧 各位企业家 如果你们是伯乐的话 愿不愿意给这匹千里马 在你们的草原上 一个驰骋的机会呢 来 第一环节最后 做选择 祝贺你 杰杨杨 展示啥 接下来我给大家带一首歌 然后就是说 同时会播放一下 我的一些人生的经历 然后可能让在座的老板 对我有个更加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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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建议你呢 你现在就停止面试 赶紧回家 向老婆认个错 搞好父母 岳父母的关系 重新把你那个企业做起来 可以吗 潮汐老师 我打断一下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 就一首歌 就您现在的高度 就高度已经到了一首歌 就能够就这样吗 就 不是 她看那个历程啊 她那个历程中间 是一个台阶段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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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的 她已经是王了 对 因为是这样的 你现在的状态真的适合带领一家企业往前走 你现在进入到任何一家企业都不适合 就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王的状态了 你现在当一个司机 其实你降不下来 大卫老师我想提一个建议啊 咱们想做一个游戏 我想你坐在我的位置 你就是潮汐 我站在台上我就是翟洋洋 你给我提建议 可以吗 就是你站在我的立场上 看你自己 你觉得 你应该做什么样的人生决定和建议 你这个良苦用心啊 特别好 有请潮汐先生 你现在到企业家的位子上就坐 来 那我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 来吧 这位求职者 潮总您好 我是翟洋洋 我的经历您应该知道了 您觉得我下一边应该怎么走 我感觉的话 您应该忠于你自己内心最深处的 你到底是想要家庭 还是想要事业 你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思路 你往哪个方向走 就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不要再有问号 我想要爱情 可是我挂不下面子 想要爱情的话 你爱不下面子 你可以多去沟通啊 跟你的爱人多多沟通一下 这个矛盾点到底在哪里 多找一下自己的这个存在的家人 解决了 那曹总您能帮我去跟我岳父母说一声吗 他们家是他们家 你是你们家 你们要顾好你这个小家 不要管太多的其他的事情 太清晰了 曹总 你此时此刻 你此时此刻 能不能对 翟洋洋的岳父岳母说几句 孩子的事情 就让给他们来做吧 不要再对他们的一些生活的观点 去提出一些过多自己干涉的意见 来 我们给曹总一点掌声 好 那曹总 那你觉得我现在这个面试应该怎么往下走 我是应该继续面试找一家企业 还是我现在就离开呢 那要看你自己怎么想 你是要工作 还是要回去 然后自己做你自己的事业 那好曹总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我觉得如果在这个场上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辛辛苦苦创立的那个品牌就要死掉 那么我舍不得我的心血 我也舍不得我的妻子 所以对不起各位 我可能要终止这次面试了 谢谢大家 我走了 每一次听这个音乐的时候 内心都会有一点失落和难过 但这一次我内心当中 竟然升起了一番小心血 他的话和这个音乐 对你来说是最有用的 别坐着了 起来吧 舍不得走嘞 别起来了 您就坐那吧 特别合适 你坐那特别有味道 谢谢你给我机会 咱杨杨 你坐在那地方非常有自信 你是有王的气质的 杨杨你特帅 杨杨你特别帅 特像一个大老板 你知道吗 感谢那个潮秀 就是刚才那个角色扮演 那个杨杨在上面的时候 说实话 说话也努力把说的 但是你坐在这很帅 特别清晰 对一下变了真的 气场十足 杨杨你坐那个地方 是你非常魅力的时候 而且非常的自信 全场的高光时刻 带来了很多的光芒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是想明白了自己吧 其实我的主导思维 可能就是说 只有等到失去之后 才会懂得去珍惜这些事情 可能更多的事情 是我跟我爱人 可能包括他们家 然后可能就是 在这个话题上比较敏感 所以才会引发这么多矛盾 也就是说 当我离开了这家公司 我重新去做了 反正什么到时候可能 场面可能会更糟糕 但是可能又会知道 失去的 不不不不不 别往下说了 再往下说 我告诉你 你以后真回不去了 对 你的心理表达清楚了就行了 对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就是 你的事业和你经营你的爱情 是两件事的 你即使你独当一面 出来做工作了 不影响你去维护你跟你爱人 继续去想 你们俩怎么过日子的事 你的所有环节 太想证明你自己了 人家说一句话 你就觉得刺到你了 你马上你就说 为了面子我要怎样了 你不从你自己这边解决问题 别人随便说一句什么 我跟你讲 就是你自个儿 创一份事业将来 别人说点啥 你自己的心是虚的 你也会觉得千长挂度 七长八相 你还得让你自己内心强大起来 接下来七位企业家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来 祝贺你 成功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 谈前步上感情 有请三位企业家 为你夺身定做的 这是我们现在担任的一个总策划 是九华山池州市 整个一个全面的三农基地 来进行电商 来推动当地的共同致富一万家 因为你是做过运营者的 对吧 这个对你来讲 只是它是一个门槛而已 那么我们月喵AI 现在是在一个大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 所以呢 我现在给你的这样一个位置 就是区域经理 这个工资也是像 你所要求的一样一万家 然后这个家 是根据你的业绩来提成的 我在广州投了一个工厂 我们现在要把它2C 通过直播电商 所以我需要可能北京 广州两地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一万家家家 我写的啊 就是项目经理 你来负责这个项目 负责它的对接 包括全套的这些流程 包括工业商的匹配对接 好 灭掉一盏灯 考虑好了 就出发 就你这回答问题这个劲儿 要向你出发这走路这尽头就好了 刚说会把广州给灭了 你 为什么灭我 我刚在旁边说这肯定灭了 谢谢你这么支持我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两个 好吧 来我们请徐章和杨石头走上竞产台 来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吧 在你选择之前 我跟你给一句话 你坐在这儿的时候 曾经给台上的你一个建议 遵从你的内心 你的内心真的想好了吗 因为你在第一次选择之前 你说你还没有想明白 但是现在一定要想明白在做决策 好吗 来吧 贾洋洋 在智力方和月苗AI之间 选择一家 你也可以说一声 谢谢 再见 离开舞台 谢谢 再见 这个我太不能理解了 我太理解了 太好了这个结局 可能今天在这个台上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短 可能我的这一些 好多就 我要阐述的内容 可能没有表达清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 我来到这个台上的一个目的 可能也没有表示清楚 其实我反而 我反而对你的结果 我觉得蛮高兴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 人内心是有一个答案的 但是它需要肯定 需要在台上 有诱惑的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那些 我曾经想放弃的东西 那么珍贵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你的选择是对的 那我最后再说一句话吧 可能这个话也没有讲出来 我感觉比较遗憾 因为我非常喜欢菲尼莫属 我喜欢菲尼莫属 已经将近十年了 也让我对这个职场和创业 有的最基本的分析和认识 所以在我以前 还是普通服务员 和创业者的时候 我就曾无数次幻想 登上菲尼莫属的舞台 所以今天我来了 也算是一次圆梦吧 圆梦了 好 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希望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这是我补充知识学习的地方 好 谢谢您 谢谢翟洋洋 感谢你来到菲尼莫属 谢谢大伙老人 谢谢rendre dalla 谢谢大伙老人 谢谢大伙老人 hemos Push-Laven